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问是真的吗?文臣旭斌您所提到的历史教科书上的大头照应该是指下面这张照片 图 传播甚广的光绪大头照在2001年审定中间经过多次修订使用至2016年的 人交版初中八年级上册历史教材中第七课物需变法曾收录了这张照片一 读下图 图 人交版初中八年级历史教材中的光绪像这张照片的来历确实存遞 没有确凿的证据 可以证实照片中的人就是光绪 所以 最新的统编本初中历史教材已经将该照片删除 原人教版物需变法 一刻共收录了康有为 梁启超 谭四童画作和光绪四个主要人物的照片 新版教材保留了康 梁 谭三人的照片画作 移除了那张光绪大头照 带之以严妇的相片 二图 最新版教材删除了可疑的光绪大头照 增重了严妇的照片事实 迄今为止 史学界尚未发现 光绪有正脸照片传世 1990年 故宫出版故宫就藏人物照片集 1994年 故宫又出版 故宫珍藏人物照片汇翠 收录有故宫博物院所 藏慈禧 亦宣 亦夕 再封 光绪帝后妃 扑仪 婉容 文秀 太剑宫女 八国联军 乃至陆宫表演的戏剧人物的诸多照片 其中唯独没有光绪的照片 据该两书披露 在紫禁城内 直到光绪二十九年 1903 才有年已六十九岁的慈禧太后 开始用照相机拍摄个人照片 这些照片集底片 在1924年11月5日 普仪掀出故宫后 全部由故宫博物院集中保存下来 图 故宫旧藏人物照片集 与故宫珍藏人物照片汇翠封面对于 紫禁城中吴光绪照片传世这件事 书中也给出了一种重刊的解释 在查查晚清大事 他慈禧这终于为自己拍照 树立个人位移之时 正是倡导变法的光绪皇帝 一直被他长期软禁于营台之际 这又不难使我们理解 何以故宫就唐慈禧照片如此之多 而光绪皇帝的照片一张也没有 三慈禧禁止光绪皇帝接近摄影术 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 他绝不希望光绪皇帝通过照片流出的形式 来重塑他在清帝国的政治存在感 他也绝不希望光绪的身体状况 通过照片流传的形式 引起清帝国臣民乃至列强使节们的推断与猜测 基于相似的原因 慈禧当然也不可能允许光绪所喜爱的真妃接触摄影术 真妃死于1900年8月 事实上 坊间流传甚广的真妃向剑下图 也是一张高度存移的照片 尽管该照片存于故宫 且被收录进了故宫出版的故宫珍藏人物照片 慧脆 但照片本身并无原始标注 该照片适用旧底片复制 底片上的珍贵妃肖像五字 使复制知识所加 并非原有 似图 存衣的真妃向有学者认为 照片中的女子 额前有极短一行刘海的发型称作满天星 是1900年代 才从青楼中传出的一种时髦发型 奇迹贵族女性没有刘刘海的习惯 特别是在婚后 头发会经过中分或偏分 梳起来 不会剪短额前的头发 全民都有刘海是五四运动之后才流行起来的 因此 这张流传甚广的称飞像 很可能是拍摄于1910年代的汉独姑娘 古前文之所以强调 尚未发现 光绪有正脸照片传世 是因为光绪有可能留下了一张面容模糊的身影照片 有学者依据依据吾勇的庚子西寿丛坛 和美国作家丽德夫人 在我的北京花园的技术 好据认为 下面这张照片红圈中之人 正是光绪 实为1902年1月 光绪随此起结束逃亡返回京城 在正阳门下轿时 被城墙上围观的外国人所拍下 照片中 疑似光绪者低头看路 完全看不清面部轮廓 六图 疑似光绪的一张照片 当年法文报指的的照片标题是 光绪皇帝生前的顺恋快照不过 缺乏照片传世 并不意味着 今人已无法知晓光绪的相貌 清代帝王留下了许多肖像话 自汤庸前时代起 宫廷绘画还采用了西洋写实画法 这使得今人能够通过这些肖像画 了解到清代帝王的一些基本的面部特征 下面这两张光绪画像 在于故宫博物院官网 依者名为清德宗光绪皇帝爱新觉罗在田像 依者名为在田都书像 四应命名为在田写字像更合适 不难看出 这两张画像中的光绪 面部五官高度相似 这是我们用来辨别各种光绪照片真假的重要积据 图 故宫博物院官网所在光绪传世画像艺人交版中国历 十八年级上册 二零零一年审定 第三十四页 二统编门中国历史 八年级上册 二零一七年七月第一版 第二十八三十一页 三 刘北四 李一华主编 故宫就藏人物照片集 紫禁城出版社 1990 闲言 四流北四 真飞像 收录于 故宫新语 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4 第137页 五徐佳宁 光绪真飞传世照片多为误认 北京日报2017年4月11日 六同杀 http www.dpm.org scored Lineage 226254 html 本文由公众号短史记爱帝 Tank Salishi 受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Tank Salmo